在齐白石的艺术生涯中 曾经有过无数次的转折 定居北京 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个 究竟是什么样的机缘 让当时已是老人的齐白石 抛家舍业 独闯金华 面对王公贵宙名流云集 出到北京的齐白石 却门庭冷落 无人问津 这又是为什么呢 百家讲坛邀请书画 鉴定专家李星 为您亲情讲述系列节目 水墨齐白石 第四集 定居北京 敬请收看 从1902年开始 四十不惑的齐白石 用了八年的时间云游四海 五出五归 开阔了眼界 增长的见识 使他的山水画画风 产生了巨大的改变 但齐白石也因此而卷入了一场 饱受质疑的丰富 并直接影响了 他以后的艺术生涯 然而对大际完成的齐白石来说 这些波兰都只是他成名前的积累 真正让他成长为艺术大师的地方 是北京 对于一个从事艺术的人来说 北京无疑有着最广阔的市场 和最高层次的追求 但是当时的齐白石已过知天命之年 在家乡的生活随性而赞燃 对名利也无过分的热衷 那么 是什么原因让齐白石抛家舍业 独闯精华 他又是如何从湖南来到北京的呢 百家讲坛邀请书画现名专家李立新 带您走进国画大师齐白石的非凡人生 系列节目水墨齐白石 今天播出第四集 定居北京 前两天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那天早晨我刚进办公室还没坐稳 我们一个单位的老大姐就跟进来了 他后面还跟着一位50岁左右的一位先生 这位大姐就介绍说 说这位先生是他们一位亲戚 专门从南方来带了两张画 想让我帮这个看一下 我说那好 拿上来吧 就这样 把画摆在这桌上 第一张 我打开一看 齐白石的牡丹蜜蜂 四平尺长条 我看了一下 然后我就把画给合上了 又打开第二张 徐悲鸿大师的四喜图 四只喜鹊在柳枝上站着 我看完之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这是一张假画 我说为什么 我说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喜鹊 北京喜鹊非常多 你看这喜鹊的尾巴经常是一条一条的 非常有力量 特别有质感 徐悲鸿大师画喜鹊也是一笔下去 力量质感 淋漓尽致 我说你看 这张画画的尾巴 软塌塌的 一点也没有羽毛的那种感觉 另外 我说你看柳条画的断断续续 大家都知道柳条是非常柔的感觉 艺术大师 如果画这样还能称得上是艺术大师吗 我说这是一张假画 回过头来 我再说第一张画 为什么刚才我没有着急说第一张画呢 我是在想怎么跟他说他能接受 我说这张画 年代有 他的这种旧也是当时自然旧 可以说是老子老末 从整个风格上一看 都是齐白师同年代的 我说这是一张 齐白师同年代的人仿的一张画 因为功力上和白师老人是没有办法比的 差距很多 我这样一说 这位先生就说了 说我这两张画都有专家给开的真纪证书 另外还都出版过 我说你拿出来我看看 就这样 他把两份证书拿了 我一看 确实是某位专家给写的真纪的证书 我说再把出版物拿过来 我看一下 又把两本画册拿了出来 齐白师这张 登在了近几年出的一本书上 因为最近登一张假画 是可以理解的 司空见惯 可徐悲鸿这张画却登在了七十年代一本非常权威的美术刊物上 上世纪七十年代 美术刊物非常少 只有几本 那时候也没有假画 怎么这么一张假画会登在这样一个刊物上 我非常不解 这位先生听我说这两张作品都是伪作 他也是将信将疑 我说那这样 我说我们有这条件 荣宝斋有一位老先生 对中国近现代书画非常有研究 对齐白师徐飞鸿非常熟悉 我说你让我们这大姐领着你到他家 让他帮着看一下 就这样 这位大姐领着这位先生 又到荣宝斋这个老先生家里边去 看的结果 同样认为这两幅作品都是伪作 事后我就一直对徐飞鸿这张画 登在七十年代刊物上这事耿耿于怀 百思不得其解 我就让我们办公室的一个小伙子 我说你去图书馆 把这本刊物给我借来 我再看看 费了很大劲 因为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书 现在已经有年代了 费了很大周折 才把书寄了来 打开一看 两本书完全一样 只是图书馆的这本杂志 没有这张画 可见 这个刊物 都是专门为此画 做为做的 说到这儿 我就想跟喜欢艺术品收藏的朋友 说几句 您要是喜欢收藏 第一 不要听人编故事 听那些美丽的谎言 第二 不要迷信所谓专家的这些证书 伪专家最坑人 第三 不要迷信出版物 以作品说话 我们又说到了齐白石的假话 齐白石的假话什么时候最多 肯定是他成名以后假话最多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齐白石是什么时候成名的 是怎样成名的 在这我要告诉大家 齐白石的成名 和他生活中的一次重要转折 有着直接的关系 这次转折 就是他从湖南湘潭老家 到北京的定居 齐白石从一个农民 到一个木匠 又从一个木匠 到一个画家 到最后成为艺术巨匠 他在将近百年的人生旅程中 他有很多次转折 其中定居北京 无疑是所有转折之中 最重要的一次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没有定居北京 就没有稍后 他在北京从事的一系列活动 齐白石也就不可能成为艺术大师 换句话说 齐白石不来北京会怎么样 画得再好 充其量 也就是湖南湘潭一带 小有名气的地方画家 但是对齐白石来说 定居北京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首先是年龄 齐白石定居北京这一年是1919年 他57岁 1919年 这一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多少 40岁 战乱 瘟疫 57岁肯定是一位老人了 另外路途遥远 那时候不像现在 我飞机动车组 那时候走水路 一走就是一个多月 两个来月 对一位年近花甲的老人来说 背井离乡 抛家舍业 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去闯荡 那这不是一个天大的事吗 八年五出五归 在饱览了各地山水风光之后 齐白石回到家乡 经过自我反省 齐白石觉得 自己的知识与绘画的基础并不十分好 所以决定要正心诚意闭门修炼 那么 邮居故乡的齐白石究竟在做些什么呢 这段时间的积累 又为他日后的绘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从1902年开始 齐白石用了八年的时间 五出五归 接着又用八年的时间幽居故乡 在他幽居故乡的这个时间里 他首先静下心来 把自己远游时候的画稿整理了一遍 编成了一部戒山图卷 这个戒山图卷是这一时期 齐白石最重要的山水画作品 我们选取其中的两张 看一看画得怎么样 这是戒山图卷之一的洞庭军山 这张画呢 我们先看他的中景 在中景上画了一座小山 四周是平静的湖面 什么也没有画 整个画面显得非常的安静 在前景上他画了一页小周 因为有这一页小周呢 我们就好像觉得画面有了声音 有了哗哗的水声 另外因为有了这个小船 整个画面似乎有了动感 我们再看远景 四雾四云 轰作出一点红日 三个层次 三种颜色的变化 三种浓淡干湿的变化 可以说画面异常宽阔 观者大有天地悠悠 创然替下之感 我们再看这一张 这也是《界山图卷》里面的竹霞洞 这幅画画的是月光之下 岩石俏皮之中坐着一位造人 四周是云柴五郎 这幅画可以说是构图极限 他选取了山峰的一半 抬头不见顶 这就让人有了想象的空间 另外 他重墨画的这种块和这种简笔构成的线 形成了这种对比 就是岩石的分量异常的沉重 非常压抑 他最高明的地方 我觉得就是蓝色的运用 这是整个画面色彩度最高的地方 因为用了蓝色 是月光更加皎洁 同时也让整个画面充满了一种非常神秘的色彩 非常具有诡异性这幅画 很神秘 大部分都丢了 现在只留下了22张 收藏在北京画院齐白石纪念馆 这套界山图卷以前大家看到的很少 只是听说过 在08年奥运会之前才把它整理出来 公开对大家展出 让大家看 在幽军时期 齐白石当然画的最多的还是花鸟画 在远游的时候 齐白石临摹了很多前辈大画家的作品 他眼界打开 通过对比 他觉得自己以前画的画太俗气 所以他努力的摆脱自己这种民间画家的这种习惯 朝着疏减冷意的文人画靠拢 这一时期 他在学谁 他在努力的效法八大山人 我们说到了八大山人 我们先看一张画 关注艺术品的朋友 对于这张画也许不陌生 这张画在2000年的时候出尽了风头 因为这张画 是被认为是这些年八大山人的真迹 所以当时备受藏家的瞩目 这是八大山人画的孤琴图 这幅画尺幅不大 有大概有三个多平时 大部分都是空白 只在画面中央画了一只小鸟 当时估价是60万到80万 从40万开始起拍 很快就到了170万 170万之后 场内有两位买家在这 最终一位 440万收入囊中 创了当时中国艺术的天价 当然 那时候觉得很贵 440万 2000年的时候买一张黄咒大师 买一张王雪涛大师的作品 也就是一两万块钱 这张画卖了440万 可是事隔八年之后 我们再回头看 440万相当的便宜 这是在2008年的时候 我们北京一场攀台会上出现的八大的另一幅画 叫平居图 此幅比刚才这个孤秦图稍大一点 卖了多少钱 3136万 八年之间 这八大山人 是谁 刚才我开篇讲 我们一个单位的老大姐曾经问过 说八大山人是八个什么样的人 显然 是和扬州八怪弄混了 八大山人 就是一个人 他是猪大 他叫猪大 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朱全的九世孙 八大二十岁的时候 明朝灭亡了 作为明宗史的后裔 他身遭国魄家王之痛 他落发为僧 他一生不与清皇朝合作 他装聋作哑 降装癫狂 寄情于书画 发泄自己心中的这种郁闷 八大活了八十岁 艺术成就极高 特别是在花鸟画方面 八大的画可以说是行身兼备 笔墨非常简单 捡到不能再捡的地步 他画的鱼 鸟和鸭 大多是翻着白眼 一副傲物不群的样子 其实这是八大山人自我心态的一个写照 他在落款的时候 常常把八大山人四个字连着写 八大两个字写得既像一个哭字 又像一个笑字 山人两个字连在一起写得像一个只字 取哭笑不得之意 八大山人艺术成就极高 前悟古人 对后世影响极大 从清中期的扬州八怪 须古赵之谦 到后来的陈诗增 齐白石 张大千 傅豹石 潘天寿 李苦禅 没有不受其影响的 我们知道 在这一时期 齐白石在猛追八大 在齐白石很多作品里边 都有八大的影子 甚至许多构图和画法就直接来自八大 我们看一张齐白石的画 这是齐白石画的小鸟 和八大吉祥 画面异常简单 风格极其冷静 画了一只一鸟 从这个画的提示上 题目上就可以知道 细腻八大山人 一看 就是在学八大 我们看一下他的提示 于常游南昌 游某世家子 以诸雪各画册八针求寿 两千金 竟无欲得者 于一丝林其本不可 仅游享磨焉 笔情墨色 至今未去心目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当年在南昌的时候 有个人拿着八大的一本册页 想卖两千块钱 结果门要 当时齐白石想淋这套东西 没有淋了 十几年过去了 笔情墨色 还没有忘掉 还记着 可见八大对他的影响 在幽居故乡的这段时间里面 他除了画画之外 还非常注重写生 在齐白石的家门前 有一棵大枫树 在树上有一只老鹰 常年不去 常年落在那 齐白石每天都照着老鹰在画画 画了几千张写生稿 我们再看一张画 这是齐白石幽居时期画的石井螃蟹 我们看一下题实 借山管外有石井 井外常有蟹横行于绿胎上 于戏观九年 使之得蟹足形有规矩 左右有步伐 古今画词者不能知也 就说在我们家门前 有一个井 经常有螃蟹在绿胎上 还爬 我戏观了九年 才知道这螃蟹走路 它是有步伐的 别人不能知道 不仅观 而且戏观九年 可见齐白石用心的这种程度 在吟诗作画写生之语 齐白石呢 静享亲情和田园生活之乐 他在业余时间呢 和儿孙植树种果 可以说生活非常平静 这一时期 齐白石没有远大的理想 他没想成为艺术大师 他连想成为大画家的想法也没有 他特别满足于这一时期 散淡悠闲的这种生活 这非常符合他的性格 齐白石幽居故乡起见 修身起家 生活平静而甜淡 子孙满堂享受天伦之乐 他在这一时期的学习和积累 为后来的开宗立派 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在当时的中国 五十多岁的齐白石 已算是暮年老人了 古人云 五十而知天命 如果齐白石就此终老顾理 那么后来的中国美术界 就会因缺少了这样一位巨星 而黯然失色 然而人生的际遇总是无常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这位深居简出的老人 最终离开家乡 来到北京呢 可是到了1916年 他这种舒适的散淡的生活 过不下去了 为什么呢 1916年6月 袁世凯病死 段祺瑞出任北京政府总理 远在广州的孙中山 号召全国进行护法斗争 这样呢 支持孙中山的香跪月系15万军队 就组成了护法大军北伐 与北洋军队呢 在湖南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激烈的战争 这年10月 在湖南开战 11月 护法联军先后攻占了长沙岳阳等地 整个湖南就成为了一个大的战场 在军阀混战的同时 湖南又闹起了土匪 抢劫 偷盗 社会是异常动荡 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许多人都纷纷到外地去躲避了 而齐白石一家怎么办呢 是走 是留 进退两难 齐白石是非常发愁 不知怎么办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齐白石收到了一封信 这封信呢 是从北京寄来的 他要齐白石呢 到北京避难 顺便到北京去卖卖画 开拓一下北京市场 给他写信的人是谁啊 他的好朋友 大诗人 樊帆山 我们在前面讲过 他一出一归的时候 结识了樊帆山 当时樊帆山任陕西部证时 还给了他五十两银子 还推荐他去做慈禧太后的代笔画师 今天又是在这样一个危难之际 樊帆山来信 邀请齐白石到北京去 可以说显示了一个好朋友 在关键时候的作用 一个朋友多一个朋友 就多一条路 其实呢 到北京卖画 齐白石很早以前就有过这种想法 搞艺术的人谁不想到北京来 是吧 过去只是这样 今天也这样 搞艺术只有在北京才是真正 你红了才算是红 这样呢 齐白石很早就有过这种想法 只是他觉得自己年龄大了 另外呢 也不方便 交通不方便 他就放弃了这种想法 可是在今天这种背景之下 那到北京来避难卖画 那也不失一为 不失为一条好的出路 就这样 齐白石就想到北京来看一看 这时候呢 是1917年 齐白石55岁 55岁的老爷子要到北京来 那家里边能放心吗 那这个时候 我们看看齐家的情况 从年龄大的开始说 齐白石的父母还健在 都已经70多岁 显然不可能跟他进北京 然后呢 就是齐白石的夫人陈春军 他比齐白石大一岁 这年呢 是56岁 因为家里边有一座房产 还有20亩水田需要照顾 老太太也走不了 那齐白石两个女儿 这时候都已经嫁人嫁到了别人家 也不可能来 齐白石有三个儿子 他的二儿子三年前病死 他的小儿子叫梁坤 就是后来经常替齐白石代笔画工虫的棋子卢 这时候才十几岁 也不可能来 那只剩下了大儿子梁元 那这么一家子人 只剩下了这样一个壮劳力 并且梁元也已经独立成家 孩子也不大 没人能跟齐老先生进北京 就这样 老人家只有自己到北京来了 这是据他第一次来北京十四年之后的第二次进行 他到北京之后就住到了好朋友 郭宝生家 郭宝生住在前门外 住了还不到十天 张寻复辟 北京又打起来了 这样 齐白石随着郭宝生一家 匆匆的就到了天津的法族界去避难 到六月底北京战事平息 齐白石才回到北京 因为在人家里面住着不方便 这样他就搬到了宣武门外法园寺庙内 因为那里有一位好朋友 他就搬到了庙里去住 到北京的第三天 生活所迫 齐白石就经樊帆山介绍 在琉璃厂南纸店 就把自己的笔单挂出去了 就赶紧要卖画刻印 这琉璃厂南纸店 也就是今天荣宝斋的前身 笔单是挂出去了 可是生意异常冷淡 很长时间 没有一单生意 齐白石先着物聊就写诗 这一时期他写了很多杂杆诗 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 大叶粗枝 易写生 老年一笔费精盈 人谁替我当干脉 高卧经事 听雨生 什么事也没有 只有听下雨的声音 反映了这一时期 齐白石无聊孤寂的这种 心情 这一时期 我们说齐白石 为什么他的画卖的不好 是他画的不好吗 不是 他画的其实已经很好了 只是没人认识这位从湖南来的老爷爷画家 知名度太低了 名人字画名多重要 很多人买画是奔着名去的 没人认识 另外 他这一时期 他在努力的效法八大山人 而八大山人这种冷意书简的画风 和当时北京人所喜欢的这种习惯 喜欢的风格不太一样 当时北京喜欢浓郁热烈的这种画风的东西 所以没人买 那没人买 闲着无事 亲人朋友又少 怎么办 每天他就在庙里面 自己还在不停的画 不停的写 五十多岁的齐白石 抛家舍业 独闯北京 既被时局所迫 但在内心深处 是他对更高层次艺术的向往 然而 北漂一族并不好当 古来如此 初到精华的齐白石 仅是一名名不见经传的外地画师 年龄大且无名气 他的作品又是当时生冷的非主流 所以无人问津 出事不利 但是所有的阴霾都挡不住齐白石的才华 一个偶然的机会 齐白石结识了他人生中的另一位贵人 这个人是谁呢 他与齐白石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情谊呢 这一天呢 齐白石正在自己的小庙里面 正在画画 忽听得门外 啪啪啪 有人在敲门 他打开方门 门前站着四十多岁的一位男士 一位先生 气宇宣昂 但是不认识 没等齐白石说话 此人相开口了 说您是齐老先生吗 齐白石说是啊 说您是我叫陈诗增啊 陈诗增这个名字可以对齐白石来说可以说是如雷贯耳 不仅齐白石知道在当时北京画坛乃至全国画坛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名气太大了 陈诗增 中国美术史上一位杰出的大画家 他是继吴昌硕之后新闻人画的代表 他的大写一花鸟气势磅礴 色彩非常艳丽 但当时影响非常大 我们说到陈诗增 不可能不提他的家族 非常显赫 他的爷爷陈宝珍 曾经担任湖南巡抚 也是维新派的重要成员 与谭思彤等人并称维新四公子 陈诗增的爸爸陈三立 也叫陈散元 是当时最有名的诗人 是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诗歌流派叫同光体 他是同光体的领袖 陈诗增兄弟五人个个都非常出息 特别是他的三弟 现在有很多书在写他的三弟 就是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 国学大师 陈寅雀 所以陈家非常显赫家族 陈诗增同时也是兼得祖传文化和西式学堂教育 对中西文化有着非常好的修养 同时他又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 对繁荣当时北京话坛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有人称赞他说是位居北京话坛之首 陈诗增性情豪爽 当时在北京有很多大画家 你比如说有姚华姚王妇 金城京工伟 有很多 肖千忠有很多大画家 你比如说有时候大家搞笔会 搞笔会 放上纸以后大家总会谦虚一下 说姚先生先请 说金先生先请 这时候陈诗增一推门进来了 好 纸摆好了 我先来 不用说 他自己拿着笔 哗哗哗一画 大画一画画的好 背后也有人骂他 这什么人呢 你看 一点不谦虚 他就是这种人 性情异常豪爽 今天这样一个大人物 到启白石的小庙里来 启白石没想到 就赶紧上座 其实没有什么上座 非常简陋 坐定之后 陈诗增说明来意 说前几天 我在琉璃厂 见到了齐老先生刻的印章 我觉得刻的特别好 今天我特意登门拜访 受到夸奖 齐埃师自然很高兴 两个人可以说是 一见如故 相见恨晚 这时候 齐埃师就把自己 特别得意的 戒山图卷拿出来 请陈诗增看 点评 陈诗增认真地看 他说 我原来以为 齐老先生 只刻印章 没想到你的画 还画得如此之后 格调真是非常之高 这样 陈诗增就在 这套图卷的前面 写了一首长诗 鼓励齐埃师 走自己的道路 不要看别人的脸色 坚持自己的艺术风格 从这之后 两个人就成为了好朋友 每天晚上 齐埃师都夹着自己的画 到西单附近 陈诗增的书房 叫怀塘 到怀塘 去请教陈诗增 两个人谈艺术 谈生活 交往越来越深密 在交往的过程中 陈诗增不停的跟齐埃师说 说你要是搞艺术 就要到北京来 他劝齐埃师 留在北京发展 不停的向齐埃师灌输 在北京发展的这种好处 转眼 齐埃师在北京住了三个多月 他放心不下 湖南那一大家的人 他要回去看看 临兴前齐埃师写了一首诗 怀塘六月爽如秋 四壁嘉陵可莫游 人士己能逢此地 出京焉得不回头 六月的怀塘像秋天一样凉爽 你看四周墙上挂的这些画 赏心悦目 人世间哪有这样好的地方 我离开北京 焉能不回来 其实流露出了要再回北京的意思 九月份 齐埃师看战事烧平 然后离开北京去湖南 十月底到了家 一看 儒家冲的家被抢劫以空 这时候齐家的其他人 也都躲避到远处的亲戚家里边 家里边什么也没有了 转眼 过了1918年 战争还在继续 土匪越闹越凶 有些坏人见齐白师回来了 知道这些年齐白师挣了一些钱 就发话了 说咱们去绑这老头 绑架他 这话传到齐老爷子耳朵里 可把他吓坏了 就赶紧躲到了紫云山下一个远方亲戚家里边 稍有风吹草动就赶紧躲到草丛里面 晚上也睡不着觉 时常被吓行 可以说是 与蜀共眠 与盈共识 几个月下来 老人受的已经不行了 形容苦搞 形同僵尸 他自己说 他说他比僵尸只是多两个会观的眼睛 转眼到了秋天 战争还在继续 齐白师实在忍受不了这种生活了 这时候他就不停地想起陈时增跟他说过的话 他一连多少天睡不着觉 吃不好饭 他做出了一生中最艰难的一个抉择 要定居北京 他在给朋友的一首诗中写道 戒山一好 十多难 玉起烟台 藏画诗 就说我家乡虽然好 可是我待不了了 我要中老精华 春雨萧萧 戒山管前 梨花盛开 齐白师辞别了自己的父母 和贤惠的妻子 启成北上 离仇别序 好不伤感 他在自己的《诗草序》中写道 过黄河时 乃幻想约 安德首有 嬴氏赶山边 将一家草木过此桥也 什么意思呢 嬴氏赶山边是一个神话传说 传说当年秦始皇想渡海看日出 这样就有一位仙人拿着一个神鞭 他能用鞭子抽打石头 然后让石头加速 镀石条 这石头就可以加速 齐白师就幻想自己也有这样一个鞭子 能赶着石头 把自己家里面的一草一木 全家人全部带到北京来 表达了自己强烈的这种炼家的情节 齐白石不仅事业做得好 而且家庭观念极强 就这样 57岁的白石老人 第三次到北京了 与前两次不一样的是 这次来老人家是要定居的 对他来说 前方的路该怎样走 一片迷茫 那我说到这 我就想对我们正在北京奋斗着的 在闯北京的 飘在北京的这些青年朋友们说一句 向齐白石老爷爷学习 一切皆有可能 他57岁还敢闯北京的 我们遇到些困难 有些挫折 就算得了什么 就这样 齐白石到了北京 到北京之后 很快就发生了一件事 这件事 一下子改变了齐白石的命运 这到底是一件什么事呢 请听下一讲 1919年 深受湖南战乱之苦的齐白石 毅然北上 来到北京准备定居 然而 在肖乡大地 无人不知的大画家齐白石 在北京城 却遭遇了大尴尬 诺大的京城 竟然没有人赏识他的画 尽管他把价格压得很低 但很少有人问津 而这对于完全靠 以画养家的齐白石来说 无致命的打击 那么齐白石的画 为什么在北京 这么不受待见 面对这样的冷遇 齐白石又要怎么做呢 书画建议专家李立新 继续做客白家庭台 讲述系列节目 水墨齐白石第五集 说一年变化 敬请关注